看完了位移跟陸進行的說明之後 我們就要做一些練習 請你來判斷 他的位移多少 陸進行多少 抽到你站起來 跳一個回答我 那後面又不能跳了 別人跳位移就只能講陸城 別人跳陸城就只能講位移 請問你這個運動 位移有多大 陸城有多大 請問你這個運動位移有多少 陸城有多少 挑一個回答我 三十二 三二 十 挑一個 你要挑位移還挑隨便你 你要挑位移講 位移多少 多少 十 請坐 你的答案是錯的 第一個 你講了十 你講了十 你沒有單位 但更重要的錯誤是這個 你沒有方向 位移是項量 要有大小要有方向 講十是不對的 你沒有單位 你講十公尺還是不對的 你沒有方向 你沒有方向 那陸城多少 那陸城是多少 路程 路程 十二 路程多少 十公尺 請坐 路程是 路程是存量 只需要講大小就好了 所以他就是 十公尺 好 停車站接位 請問你這樣的運動 一樣 位移多少 路程是多少 位移多大 路程多大 一樣挑一個回答我 三十 是 挑位移還是挑路程 你要挑位移還是挑路程 蛤 你要挑位移 你要講路程 多少 多少 十五公尺 請坐 十五公尺 因為他只是存量 他只需要大小 不需要方向 所以要講出他是向西 下一個沒得挑的 下一個沒得挑的 四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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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位移多少 請坐 向西十五公尺 因為他需要有方向 所以要講出他是向西 四號 你們底下安靜一點 我們來看這個情況 位移有多少 路程有多少 位移有多少 路程有多少 挑一個回答我 十五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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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挑一個 位移路程挑一個 要把他拿黑一點嗎 位移多少 向西五公尺 向西五公尺 請坐 位移是向西五公尺 他是往東邊移動 他從原來的地方往了東邊移動 所以是向東五公尺 不是向西五公尺 路程呢 路程有多少 他的運動 他的路程有多少 我要找 我找不到男生 三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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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十一 二十五公尺 二十五公尺 請坐 先往東走了 先往東走了十五公尺 又再往西走了十公尺 合起來總共走了二十五公尺 所以他的路程是二十五公尺 所以他的路程是二十五公尺